人很容易感到生活很无聊 无聊感可能是因为生活缺乏节目、刺激、欢乐或是意义 我们有时也听到人说 我好无聊啊,不知道该做什么 其实当人这么说时 不代表他们就真的没有事情做 他们原来有很多需要做的事 如公司的项目方案、学校作业、家务、教会侍奉的事、照顾孩子的事等等 只是他们对这些事都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就提不起劲 可见无聊感不一定是无事可做 人可以同时很忙,但也感到很无聊 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忙的价值和理由 所以,无聊感是一种缺乏人生意义的状态 我们人都需要克服这无聊感 不然,我们活在世上时,不但会缺乏喜乐 也会失去能力来活出神放在我们生命的尊贵潜能 的确,无聊感是有害处的 当人觉得无聊时,它便很容易成为那恶者的猎物 当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找不到能够激励它的意义时 它就是会陷入堕落与无聊的活动 例如一直追剧,或是盲目的上网或滑手机等等 我曾读到,人因为无聊而成为赌徒的 比因贪心而赌的人还多 无聊感也会使人更容易酗酒 好些人也因感到无聊而犯奸淫甚至离婚 所以,无聊感会叫人更容易犯罪 而当一个基督徒也感到无聊时 他便会失去动力来寻求和活出神的旨意 以致他就不活跃地侍奉神 且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 若要克服无聊感 我们就要恢复人生意义 刚才提到,无聊感不单是一个人没事可做 乃是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所以,让一个人忙起来 未必能解决他感到无聊的问题 无聊的人也不一定是懒惰的人 有些人可以很殷勤地工作 但一边做,一边感到很无聊 无趣,无意义 到一个地步,感到无聊的人必定会问 难道我的人生就只是这些吗? 每天重复一样的事 起床,上班,下班,做家务,看孩子,休息一下 然后又再重复 因此,若我们要感出无聊感 就要恢复在主里的人生意义和目的 传道书一再地强调 凡事都是虚空 包括人一切的劳碌和享乐 都是虚空 所以,传道者的结论就是 人当尽的本分和人生的意义 就是尽卫神,谨守他的诫命 当我们只有围绕着这世间空虚的事 我们自然会感到无聊 但耶稣来除了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之外 也是要把我们从这样的空虚和无聊救出来 耶稣说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告诉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和意义 以致我们活在他里面时 不会觉得无聊 乃是得着丰盛的生命 而神给我们最大的人生意义 就是要爱神,爱人 马可福音十二章说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你要听 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义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其实,当我们开始为服侍神和他人而活时 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那么无聊了 有些人觉得无聊是因为觉得自己所做的没有多大意义 但耶稣所叫我们服侍的 即使是在最小的世上,也不是突然的 反而是有永恒意义的 如果在最简单的世上 我们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的话 那件事也是很有意义的 往往当我们太过关注自己的需要和感觉时 我们就比较容易掉入无聊感 但如果我们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爱人 帮助他们和领他们到神面前来时 就会更恢复人生的价值和动力了 最后,我们要恢复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很多人都不懂得惜福 直到有一天我们失去了一些 我们平常当作理所当人的人事物时 我们才发现他们是何等的宝贵 有些人常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无趣 单调,很闷 每天都面对一样的人和事 但我们不知道 原来有很多人反而是羡慕 我们能有很普通,很闷的生活的 因为他们的人生因为一场大病 或是一个意外 或是家人的离世 或是失业或是婚便等等 而变得不正常了 所以他们很可怕找回那正常的生活 哪怕那个正常会让人觉得很闷 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神给我们的 每个平凡或小小的祝福 这样我们才不会轻易的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人 而觉得人生无聊了 弟兄姐妹 你认为你的生活很闷,很无聊吗? 盼望你今天恢复神给你生命尊贵的意义 专心为主而活 然后发现原来耶稣赐你的生命真是丰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